最近國內又新增兩例境外移入病例 分別從美國及印尼入境 其中印尼移入個案 在居家檢疫期間有症狀 卻沒有通報 檢疫期滿後 還外出探訪有人 直到身體不適 就醫採檢才確診 密切接觸者有七人 包括一名防疫旅館工作人員 以及六位友人列為居家隔離 國內新冠肺炎在天兩名境外移入病例 案625是本國及20多歲男性 今年8月下旬到美國就學 11月20號曾出現喉嚨痛咳嗽 沒有在當地就醫 11月24號返台入境時主動告知 並進行採檢 後來才確診 案626是50多歲女性 印尼及華僑 持有我國居留症 11月9號來台處理私人事務 在防疫旅館居家檢疫期間 曾出現頭痛咳嗽及聲音沙啞 但都回報無症狀 11月24號檢疫期滿後 外出探訪有人 因為身體不適 就醫採檢才確診 指揮中心表示 如果查證屬實 案626居家檢疫期間 資料申報不時 將開罰1萬到15萬元 另外台灣新冠肺炎疫苗採購 陸續傳出好消息 指揮官陳時中日前宣布 明年確定有近1500萬劑疫苗入袋 不過國內有專家憂心 如果沒有做好與民眾的風險溝通 明年疫苗施打恐怕會重演 2009年H1N1流感疫苗情況 施打率可能不到三成 我想各種可能性都有了 不過我們先把這個量 先準備全來 寧可多買也不要不夠 而累積目前國內確診人數 有625例 分別為533例境外移入 55例本土病例 36例敦目艦隊及1例不明 確診個案中有7人死亡 555人解除隔離 還有63人住院隔離中 記者 賴水美 講龍蝦 台北報導